灵芯刚刚还没上到 下一节课会上到 灵芯是属的吗 属火 火克金 这个无曲家灵芯 火克金 我们叫做寡树 寡树的意思 要不然就是死老公 要不然就是婚姻破裂 反正身与死别 随便什么时候移动 然后这样子还不打紧 无体还化剂 你知道这样子就怎么样解释 这个时候再解释 火克金 两个人的脾气都很 两个人的脾气都非常的强硬 灵芯叫做非常的倔强 个性非常的扭 对待关系 非常的扭 然后天象星 我们本来讲说天象星是热心激活的星座 而天象星还有一个叫做什么 天象星又叫很挑剔的星座 你一旦无曲心一化这家灵芯之后 这个天象星就变成叫做挑剔了 你做咖啡戏 他老公嫌到臭屎 听得懂吗 挑剔啊 因为已经不好了 就变成挑剔 你做的那么辛苦 他老公嫌到臭屎 你每个月赚九万块 有啥点不用 你做的要事 能力那么好 但是两个人对待关系很不好 他老公嫌的要事 所以说我才会告诉同学们 下一集我们不需要再上夫妻工 到夫妻工的时候 我就会告诉同学 或许老师是大男人主义的 我认为女孩子脾气好一点就没错 就像你们师母脾气好一点 她就每天吃香喝辣 她每天就过得很愉快 可以逛百货公司 假如她自己脾气很硬的话 我们两个就开始打架 然后开始怎么样 就完蛋了 那些小孩子又会很倒霉 可是她脾气很不错啊 她只是会生嫩气而已 你知道吗 一生嫩气就去节奏我爱了 就这样子啊 这也比较讨厌一点啊 然后我没有晚饭吃 大概就这样子 可是她不会摔杯子 不会摔盘子 像这样子 夫妻工不上去 结果这一个纯公司的那个金药秘书 后来开始离婚 你看 能力很强 她那个数捷 以前没有 七十年代还没有电脑 你知道吗 她这样是 开会的 这个老板跟那一个 她的待遇开什么会 之前很快 然后一早坐一下 那个打射 打那个音非常快 然后一下完整的报告就拿给老板 所以说外商公司一般来讲 你只要能力强 你的待遇非常高 在那个年代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他们都有讲过 他说 你在外面工作 你最好把英文给学起来 这个tool 这个工具学起来 我告诉你 薪水两万块 都两万块 我以前有一个老板就跟他儿子讲 他说 他跟他儿子讲 他儿子独立功课 他说你假使在以前找工作都叫报纸 报纸假使写一个高级工程师三年经验 以前大概薪水三万块 可是假使说 那个中国时报里面的英文版的 那一个求职男 他写一个高级工程师 应该翻译 所以他叫他儿子 你英文不好 你就是三万块 高级工程师就三万块 然后假使是 junior engineer three years of experience 你去印证这个 就多了一万块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学得很好啊 对不对 九万块 我们那个时候做的业务经理 做的钥匙 还两万 九万块 可是呢 我给他批命这些 可怜啊 这些 真的 我说你那么辛苦干嘛 你的脾气不好 老公讲得超晒 他说老师讲得完全没有错 我做的钥匙 我老公咸到臭屎 他说真的 我快吐血了 我说你要不要脾气稍微改一下 他说我没办法 我就是一个理想的人 我没办法 我也没办法就一直 我说没办法就会对见这几个字 喝点啊 做戏 真的 老师是开玩笑讲的 你会说 老师你讲他怎么那么极具便 我是开玩笑讲的 真的是这样 这一科同学们 你看看 我有很多朋友 他说 老师 他说我有一些朋友 经常跟我在讨论夫妻的问题 他说我老婆你不要说漂亮 我不会觉得说一定要像林志玲那么漂亮 不可能的 他说我老婆脾气可不可以好一点 像林志玲 我说你林志玲没有娶回去 你怎么知道他脾气很好 对不对 不是 他的意思就是说 能够像他一样看起来就这样昏昏的 为什么我老婆就是他脾气 看起来就是一副很讨厌的样子 我说或许他也认为你很讨厌 对不对 互相的 我认为了 好不好 命啊 可能命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杨卫山的女团来看一下 好 杨卫山特征 原型的年 好 看一下那个讲印 好 命令解说 原型的年 豐满了身材 亮意的外星 精湛的武器 吃惊人令人津津乐道 这个是前金马奖 亚洲影后杨卫山的小型 命奏成为了七杀加右臂 好 估计现在右臂加七杀什么意思 右臂帮助七杀更有干净 你知道吗 就是这样的意思 然后深宫 贪囊加寝阳 他会进入演艺圈 贪囊星学过了 叫做什么 旁边写下 柴野星之后 贪囊星又是一颗桃花星 所以说 进入演艺圈就是贪囊星的关系 好 加寝阳 当然是风流才战 好 当然婚姻也有客 然后 那有寝阳是不是 他的冲劲也很强 七杀加购壁学习能力极强 特强 贪囊加寝阳 多才多艺 养者相加 因为优秀的艺术人才 好 助 这边有钱 七杀在成绪会特征 桃花贷财 桃花越多运越好 越赚钱 然后第二个特征 这个将来上到成绪会特征 我一定会再重复一遍 七杀在成绪会学习能力特强 好 学习能力特强 写一下 因为受到对公 廉真 精明的影响 廉真 精明非常精明 对公是不是你暗藏的歌曲 非常的精明 好 那我们继续再看 奎越夹命 把奎越夹命框起来 童年的环境绝对比咱们一般幸福无异 童节就讲了 好 七杀星 我们之前上过 七杀星做命叫做早年定义坚心 但是他就不会具备定义坚心 为什么 因为他是奎越夹命 这边是父母 这边是兄弟 把他照顾得好好的 所以说这边就不会定义坚心 像老师没有奎越夹命 我的七杀星 直接七杀星做命 七杀星是一个战将 早年定义坚心 老师早年就很幸福 你看就不一样 你说老师 你是七杀星 他也是七杀星怎么会不一样 有雷同之处 但是也有相义之处 他有回忆假命 童年的环境绝对比咱们一般人幸福无异 千亿宫连辅加化合 人缘人际关系得天赌厚 七杀星的冲进 勤劳的特性 永远都在自我辨色 自我超越 我们可以看一下黑板 很多的同学说 老师你没有解释这个陀螺 来 陀螺等一下解释 好不好 来解释一下 千亿宫有廉真 天亿宫有廉真 暗藏的个性是不是 非常的精明 然后廉真心在千亿宫 廉真心是不是要满意知识 我很会做外交 我的人缘很好 然后我的千亿宫有天赌 天赌心三个特征 一定要背下来 喜欢参与社团的活动 目的在结交 能力强异己知来 天赌在千亿宫第三个特点 在外碰到年长贵人 然后左辅 是不是帮助公卫 帮助星座 左辅帮助廉真更精明 帮助天赌贵人更多 然后在外面更有名 然后加一个陀螺 你怎么解释 就是我在外面奔波劳路 奔波劳路 不是 我没有扣格 我天赌可以自杀 我只是在外面奔波劳路 我天赌可以自杀 我没有这个过位 我没有扣掉 你看看 论命是要这样再论的 好 星盘的缺点 星盘之中最大的知名商莫过于夫妻宫了 夫妻宫主导 一个人感情和婚姻 宫内有煞记加殷煞 你看看 同学记住 殷煞我们还没有上到 这个殷煞 同学记住一句话 殷煞是很不好的一个星座 你童宫主心有煞记 这个殷煞就出来怎么样 出来 真凶了 可是你假设同工的主心是妙妄的 我告诉你这个殷煞就比较没关系 可是你那个宫外 假设不好的话 殷煞就怎么样 来真凶的作用 就不是真凶 以吉心 一定要假吉心具备 好 结果星盘之中最大的知名商 就是属于夫妻宫 那旁边就寫煞记 夫妻有煞记 那个宫外一定透掉 夫妻宫主导一个人感情与婚姻 宫内有煞记加殷煞同工 感情线将使他永远的透 子女宫有双煞代记 老来一天好好规划 你看看 子女宫叫做什么 我离开一把 他是不是请娘 林心加化祭夹他的子女宫 双煞加祭夹子女宫 子女宫同聚的组合又不怎么样 我之前有没有算过七杀精 对小孩子没有耐心 娘娘问一下 你还没生小孩呢 七杀精不喜欢小孩子啊 因为夫妻宫子女宫一定会有一个聚人 可是同一个时代 胡音梦子为后君 后君奉行奥秀五项 你看 胡音梦领口不要老公 要一个孩子 后君子是子籍的心臓 很奇怪 所以说观念的问题 七杀精对小孩子没有耐心 所以说他也不想生小孩 就是这个 七杀精贪囊的组合本来是记忆过人 然后对公佑化 河水锅 他不管做哪一行都是想当当的人物 同学们知不知道他在任营大县 等一下 我们先讲一下 你知道杨卉山他在任营大县 好 同学们把你们的第二章拿出来好了 干脆 第二章有写字的部分拿出来 因为我们今天为什么会上他的 因为今天是不是上到天回天月 上到天回天月 所以说我们就用这张面盘做代理 那你看看像这张面盘 大县的命工走到这边 好 同学们有没有感觉得到 杨卉山本命是什么年出生 是不是任成年出生 大县命工呢 大县命工是不是走任营 是不是走双刃 走双刃不太好玩呢 双刃是一定有一个工位 养知寝阳 两个头头 两个寄 两个入有时候还没有兑现 那养知寝阳却来了 任入在亥 入前寝阳 入前寝阳 这个寝阳入他大县的什么工 因为他大县的夫妻工 他大县的陀螺 然后任的事的话 任良 任良 子为化全副 天府化科 五 五曲化器 好 同学看一下黑板 好 我准备看一下 你看一下走到这个大县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得到 有没有感觉得到这个大县 大县的夫妻工怎么样 大县夫妻工贪婪家请娘 大县的请娘又进来了 这个夫妻工是不是破掉了 就这三个字 就这三个字 被引动 构成大县夫妻工叉叉 本命夫妻工呢 本命夫妻工无许又再化一个寄 sop 寄 而且双sop 这种功位是不是破了 构成大县夫妻 本命夫妻怎么样 内外接修 你一旦构成内外接修 很难啊 我告诉你 构成内外接修 是夫妻工构成内外接修 夫妻工构成内外接修 不是生理就是死别 要不然就离婚 要不然就是怎么样 out 掉 结果那个 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 那你只好去查 上网查了 四五十岁以上的大概知道 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 不是给前夫的一封信 那个张艺潇洒的事情 让他非常的受伤 他干脆退出演艺圈了 你知道吗 后来大县夫妻本命夫妻 内外接修 同学知不知道 民国七十一年叫做任序年 他得到金马奖 金马奖双料以后 七十一年 民国七十一减掉四十一 等于三十再加一三十一 所以说那个时候 三十一的太岁命公在里面 这边不管什么序 我不管他 但是一定要改成任序 这个任 任入在哪里 任入在他 所以说这边是流入 然后这边又来一个流阳 大县夫妻孔又再来一个流阳 还这边再来一个流阳 然后任的是画 任良子 你看大县 当年大县官入宫子为画双权内 我画三个权内 对不对 事业想当当的 任良子 那一年有引动千亿宫 千亿宫那一年是引动本命的千亿宫 也是太岁命宫 一共片子画几个颗 画三个颗 然后本命的夫妻宫几个季 三个季 大县夫妻宫三只羊 你看 好的坏的都有 结果那一年有三部片 我知道有一部片 其中有一部片叫做 要提名金马奖 那时候好像送出一张新闻局讲 结果有三个片 有一个片叫做策马入宁 有一部片 我记得没有错 应该是策马入宁 再过来就是他的片 我就这样过一生 你知道他牺牲多大 同学们知不知道 因为我是那个年代的人 他从贵了 从年轻点到老 他从五十三公斤 吃胖二十公斤 变七十三公斤 一年内他就猛吃 我为了演我横 从年轻点到横倒 我居然非常的敬业 你看七八斤的冲击有多大 我吃胖二十公斤 在短短的一年内演完电影 演完再从七十三解掉二十三公斤 一炼五十三公斤 可一是五十三公斤